Hello,大家好,我是李天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给大家介绍了穿越机在飞行中有哪些不同 这一次,我来说说作为一名刚刚入门的新手,你都需要知道些什么 我会从下面几个角度来说 什么是穿越机,飞穿越机之前需要知道些什么 怎样练习上手,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先来说说什么是穿越机 虽然和航拍机一样,都有四个电机,四个螺旋桨,摄像头和图传 但与航拍机会飞的照相机不同,穿越机和航模才是同源 爱好者会自己购买配件,组装,调试,然后练习飞行技术 飞得好的人会参加Racing比赛去取得名次 期间有人发现穿越机的画面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于是也有飞手拿穿越机来飞航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freestyle 由于穿越机拍出的效果非常炫酷,所以吸引不少人来玩穿越机 但是入门穿越机的门槛并不低,如果你要想玩的话,你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首先是心理准备,玩穿越机一定要具有一颗不怕折腾的心 飞穿越机前,你需要卖过三个门槛 购买配件,调试组装,练习飞行 在大多数时候,你买到的都是一堆配件,而不是一台完整的飞机 你需要亲自焊接组装并调试,所以你必须学会如何使用电烙铁和如何用电脑调餐 关于飞行,对于新手来说,一般需要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能飞的水平 所以最好确认是否把穿越机当做自己的一个爱好 否则会在入门阶段半途而飞 接着来说一说穿越机工具的准备,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电烙铁 热风枪,可以使用吹风机或者是打火机来代替 镊子,用于焊接时以防烫伤手 螺丝刀,我们一般选用1.5毫米,2毫米,2.5毫米,三种刀头的型号 尖嘴钳,尖嘴钳一般用来剪线材和剪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 套筒,套筒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它只是用做拧螺母比较方便的一个工具 其实有备无患吧 还有尖嘴钳 然后一台穿越机所需要的所有配件,会在下期节目中为大家详解 有些套装会包括其中的几个配件 例如飞塔 穿越机大多是以塔式结构为主 飞塔则指第一层为电条,第二层为飞控 也就是同时包含了电条和飞控 大疆FPV高清系统则包含了接收机,图传,摄像头和天线 购买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各个配件间的搭配 比如不能把小电机装到大飞机上 不能把大电池装到小飞机上 每种配件都有多种选择 有价格高的,有价格低的 也可以说是风俭游人 配起一套的花费大概在2000至1万不得 再来说说入门的飞行练习 在飞针机前,我建议大家还是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模拟器 同时购买一个遥控器和一个加密狗来使用 这也是最常见和最靠谱的入门方式了 市面上有常见的几款模拟器 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 免费的有好像是2014年开发的FreeReader 还有DCL模拟器 收费的有DIL模拟器,Lift-Off模拟器 还有黑洋自主研发的模拟器 Hey Drone之前介绍过DCL模拟器的连接及各种设定 不同模拟器的设定和手感都大同小异 不妨大家可以多多去尝试一下 在模拟器基本过关后才可以上真机飞行 穿越机有三种常见的尺寸 5寸机、3寸机和小无刷 这里的5寸、3寸是指桨的直径为5英寸和3英寸 因为更大的桨就要对应更大的机架 所以经常用5寸、3寸代表飞机的大小 5寸是穿越机比赛 Freestyle大神经常用的配置 3寸的穿越机更适合中小场地 例如地阔 安全系数也比5寸机高 但也能保证飞行的基本动力 还有类似空心杯、小无刷这种尺寸的飞机 这些小飞机一般都携带奖保护罩 不容易摔坏 也不容易割伤人 非常安全 新手可以考虑入手一台 作为飞大飞机和模拟器之间的过渡 在恶劣天气 比如下雨、刮风天 在家飞一飞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上3寸机和5寸机飞行之前 你要确保你的小飞机和模拟器可以熟练飞行了 不然很可能花几个小时或一整天的时间 装好的一台飞机 在一瞬间一飞冲天 然后只能去找飞机 最后来跟大家强调一下穿越机的安全问题 首先是穿越机自身的安全 大神们的freestyle视频很帅 但是不要按视频来选择你的飞行场地 一开始飞行的时候很容易炸机 如果把练习场地放在水面上 或者难以进入的烂尾楼 或者比较齐居的山地 一旦炸机 你的飞机就很难捡回 就是俗称 提供回家 再来是人身安全 穿越机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讲业也十分锋利 威力可以参考上周的穿越机暴力测试 所以飞穿越机一定要远离人群切记 盲目炫技 可以向同事的摩友和飞友 咨询安全的飞行场地 这样也能加大和摩友和飞友之间的 互相交流吧 在不确定自己能力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还是飞得保守一点 因为只有保证了安全 你才能更好的爽飞 穿越机的圈子需要所有爱好者共同维护 希望每个人在入门之前 都建立安全一事 以上就是穿越机飞手百科 第一期的全部内容了 关于穿越机入门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中提出 喜欢穿越机的小伙伴们 快加微信号 黑drones club 和众多飞友一起讨论和学习 下期节目 我会为大家讲解穿越机的各种配件 带你深入了解穿越机 敬请期待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